暑假期间 玉璃警分局加强反毒弃毒 日前接获贩卖毒品的情资 积极搜证多日 见时机成熟 辞搜索票和拘票 一举把罗信药头 还有其他五名涉案的下线药角 全部都带回调查 罗信老药头 他还一度以药取胜为理由来拒绝了 警方起诉了一级毒品海洛因11包 和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23包等证物之后 这罗信等6人 被警方移送花莲地检署申办 经过多日的搜证 截破贩卖毒品群资的玉璃静分局 见时机成熟 在上周一号青春专案首日 持搜索票与拘票 逮捕罗信药头 我告诉你现在先不要用其他米饭 我先 等一下我会给你 你要做啥 你要做啥 我会跟我们说的 见警方大阵仗前来 罗信老药头还一度 想以要去洗胜为由拒绝 故作镇定还不断摸索其成内部 企图隐藏不法施政 但逃不过法网 警方现场搜索起出了分装成11包的 一级毒品海洛因 以及23包的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 本分局日前接货货贩卖毒品请知 积极收证多日并向花莲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 及成功查去罗信药头 并起出一级毒品海洛因11包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23包等证物 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 预理警方也循现扩大追查查获其他五名涉案的下线要缴 一并带回警局调查后 全案共6人警方依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等罪嫌 全移送花莲地检署证办 预理分局长黄敬尧表示 将会持续坚守扫荡毒品的重责 全面杜绝毒品危害 记者是越南 预理镇采访报导